昨天我們講到蒼蟲盜人帶領靜派人士已經殺到洞外 洞裡的人本來非常驚慌 小舟的乘機也大聲叫 碧瑤小姐,現在正是危難關頭 各位導友都聽了鬼王中的說話,才來到劉波山 現在遇到這樣的危險,應該怎麼算好 眾人也紛紛說,沒錯,說的有道理 碧瑤小姐,快給她交代我們 碧瑤吸了一口氣,這時候山洞外風聲急響 看來有很多正派中人已經得到消息,紛紛趕過來 她面色一沉,走一步說 各位導友,正教中人為什麼會知道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是鬼王唯一的女兒 我都留在這一樹,跟各位的命運一樣 難道各位對我們鬼王中還有什麼懷疑? 這番說話一說出來 眾人馬上安靜下來 咦,大家想一下,那倒是吧,鬼王會狠心到連自己親生女都害了 這個時候,看壁瑤身邊那個高大的男人走前兩步,大聲說 各位,現在真是危急關頭 但是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共同抗敵 我們大家齊心殺出去,難道就會輸給外邊那些正洞的偽軍子嗎? 眾人聽到紛紛點頭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這個山洞就只有一條出路都被人塞死了 如果不是同心抗敵,就再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脫險 於是,魔教班人準備妥當,然後互相發出呼嘯,壯壯膽就蜂擁而出 沒多久,外面又響起了法寶碰撞,眾人咒罵咆哮的聲音 本來,還逼到到處都是人的山洞裏面,一下子只剩下鬼王中和壁瑤 以及那個站在陰影中看不清面貌的人 張小帆看到他心,既覺得高興,又有些為壁瑤擔心 不知為何,明知壁瑤是魔教的妖女,應該是自己的敵人 但是,每一次面對她的時候,都會想起一路上幾次經歷生死的事情 對這個刁蠻的女子,其實在她心裡已經有些很不同的感覺 壁瑤皺身眉頭,正想回頭和陰影中的那個人說話 但是眼角一轉,她就見到,原來在山洞裏面 還有一個人孤零零的站著,沒有跟著眾人一起前去抗敵 這個人,正是剛才在說話裏面對他們鬼王中和魔教其他人挑撥離間的小州 他什麼時候留下來呢?自己居然沒有發覺 這個小州幾次三番,挑撥大家敵視鬼王中 碧瑤對他哪有什麼好感呢?馬上臉色一沉,冷笑說 你不去幫各位道友,留在這一樹,意欲何為? 不是呀,小州面色平靜,外面有這麼多正道中人 大兵壓警,怕都不怕,微微一笑 我是想留在這裏看一看,鬼王中的人 是否真的要跟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卓仔共同進退 也或是讓我們出去做炮灰呢? 碧瑤面色一看,正想拼他 忽然之間,在身後站在陰影的男人說 你不是我們新郊門下,究竟是什麼身份? 碧瑤帶起一鏡,看著那個叫小州的男子 這件小州全身震一震,眼光看著陰影裡 那個看不清樣的人,上眼已經露出了很警惕的神色 這位是誰?你怎麼會這樣亂說呢? 我是聖教練血堂一默的弟子 難道是因為剛才我大膽說了幾句公道說話 你們就要誣蔑我嗎? 張小凡和田寧兒兩個人聽得不敢吃得驚 想不到事情有這樣的變化 但是張小凡心裡,就更加多了疑惑 就是那個一直都躲在陰影裡,看不清樣的人 究竟是誰呢? 為什麼他的聲音聽上來有點熟悉呢? 好像自己在哪裡聽過那樣? 只見那個站在陰影中的男子說 連血堂,八百年前當然是領袖性教不可一誓了 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衰落之旗 以國下的資質,法力,連老大都給不上你 他又怎麼會收你做一個普通的弟子呢? 如果他真的有這麼大的本事 練血堂做就翻翻身 小凡一聲說 你又沒見過那個動手 怎知我道行的深淺呢? 哼,要看你的道行深淺法力高低 又何必要看你思法呢? 剛才蒼蟲道人,用太極元清道 逼飲入石,震動山脈 本意就是要立威 剛才在山洞中的人,道行稍微差點的 就已經心魂震動,腳步都站不穩 連老大,整個身都押了幾押 但是你卻是若無其事 道行高低,法力深淺 一看就知道,又有什麼這麼難呢? 小凡聽到不敢面子一變 看著陰影中的人,隔了一會才說 想不到魔教之中,果然是臥虎藏龍 閣下,究竟是誰? 碧瑤聽到這個人承認了奸世 早就忍不住了,飛在半空,喝了聲說 受死了! 突然之間,這個本來很陰暗的山洞裡 白光大閃,幽香陣陣 碧瑤身前白花飛舞,如霜此雪 不過,這個白光無論點光,都照不入那個男子所處的陰影之中 眾人依然看不清他的樣子 但小周都不敢怠慢,馬上凝空一插,正在一聲 嘩! 果然夾眼在空中插出一把明光閃閃的仙劍出來 這把仙劍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就是,好像臭水一樣的劍身上 有刷粒寶石,傷在劍身上 而且發著七色不同的光華 陰影中的男子呱了聲說 刷性劍? 說時遲那時快,碧瑤和小周已經在一起鬥發 兩個人飛在半空之中,花來見網 這麼大的空間,被他們兩個人一鬥 居然變少了很多 聽到這裏,張小凡已經明白 看來這個小周,多數也是正道中人 心有些為他擔心 但是在這兩個人鬥發 看一看,眼光又不如集中在碧瑤身上 他的心真是非常之矛盾 最好兩個人能夠不分勝負,快點收手 碧瑤快點走就是了 就在這時,只能撐一聲響 場內的碧瑤嬌喝一聲 雙心花四散而開 轉眼之間風聲呼嘯 整個山洞裏面都是耀眼的白色小花 好似一面風利無比的光場 排山倒海地向對面直推過去 張小凡見過迫瑤施展幾次這種法術 遮到他威力的非同小可 心裏面正是為小周擔心 怎知小周皺著眉頭 身體突然凌空退後一仗 右手掀著發決 左手握著右手手握 好似力握千鈞一樣 守著半空之中 啪啪啪啪 他已經發出一股凌厲的破空之聲 在半空裏面 憑空畫了個太極圖出來 張小凡和田寧兒一體 哎呀,不用再懷疑了 這個小周的確是青雲門中的弟子 剛才這裏道發 就是青雲門的太極原青島 雜時之間 太極圖一畫好 七星就倒轉而想幫忙大勝 立起太極圖的正宗 撐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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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間之後 七星就像一支閃電般飛射而出 見人周圍有太極光環 不斷閃動流轉 威力黑黑 居然勢不可當 啪一聲 在半空中 上滲花 擦星劍崩然對撐 一聲巨響過後 兩劍法寶捧出來的光華 迅速向外面擴充 整個山洞都一陣劇根 在山洞頂的岩石 更加好像受不住這股巨力的撞擊 大小石塊 噔噔噔噔噔的一起跌下來 張小帆和田令義 亦都覺得周圍震動 幾乎腳步都站不穩 心裏便更加又驚奇事又佩服 這個小周 在太極圓清道上的修行 看起來 應該比自己見過的所有青雲門年輕一代的弟子 還要高幾分 牆中的碧瑤 發出那片白色的花牆 被七星這樣撞當和光芒盡退 消失不見 只見碧瑤面色蒼白 顯然在剛才的這場比試之中 已經有點吃虧 張小帆看碧瑤的神色 哎呀知道閉加火了 因為他和碧瑤相處的一段日子 一見到現在這樣的神情 就知道他肯定不肯善罷金憂 果然碧瑤見到雙心花失利 面上閃過一絲憤怒的神色 雙心花馬從收到腰間 然後在自己腰上摸出了個清脆金色的小鈴鐺 小酒眉頭一皺 形神皆悲 因為經過剛才的一番交手 他已經知道眼前的女子年紀雖然輕 但是道行之高已經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自己剛才一出手 就已經用足九成的法力 只是稍微挫敗了他 不過看他的樣子 似乎有更加厲害的法寶 但是這樣都不是緊要 令小酒最顧忌的是 一直默默地站在陰影裡的那個男人 他直覺地感覺到 這個男人實在高深目測 是自己真正的心腹大患啊 只見 噹 噹 噹 幾聲清脆的鈴鐺聲響起 迫搖站在半空之中 雙手輕輕地搖動的鈴鐺 那些鈴聲 就在半空中清脆地發出 張小凡在山洞後面 聽到幾下鈴鐺響 整個人不敢震一震 因為那幾下鈴鐺 因為那幾下鈴鐺 不知為什麼 聲音就變得這麼吸引 自己一聽到的時候 然後身邊任何的感覺 都好像完全消失了 只剩下這個鈴鐺 在那裏一下一下響著 響入了自己的魂魄 響赤了自己的心肺 這個小小的鈴鐺聲 居然好像有歐人魂魄的能力一樣 小周也是整個人震一震 他也發覺 在剛才那瞬間 自己竟然呆了 出了神 幾乎忘記了 現在正是生死關頭 如果不是這幾年來 自己的道心更加堅定 恐怕心神早就被他勾走了 就是他剛才一出神 一猶如之間 腦海裏邊 又是一震迷糊 小周大蟹驚 幾乎不敢再聽那些鈴聲 喝了聲 曉獅受死 你一聲大喝 聲震四壁 硬將那些鈴鐺聲押了下去一陣 然後七星劍就好像一道電光 向前就急射而出 逼姚妮的時候 雖然看上去 只是很輕力地搖動的鈴鐺 但他面上的神色 他是非常正宗 似乎 姚妮幾下鈴鐺 他自己都很輕力地 跟著 就見到七星劍 電射而知 他不敢稍微退後 右手的玉子一挑 將那個合歡鈴向外一彈 合歡鈴馬上向前一迎 噹啊聲 和七星劍在半空中撞在一起 小周整身一震 只覺得自己把劍刺中的鈴鐺的時候 那些聲音好像可以穿根石骨 雖然這樣 居從七星劍凌空而來 侵入自己的身體 哎呀 雜時之間 整個身都不敢震起來 張小凡和田靈兒大驚失色 正要上前去救 誰知跟著 小周的臉色突然平緩 他大開聲 說 妖聶 你看我的七星劍 七星劍大逆光芒 居然突然一齊反攻過去 再看逼妖 他的臉色變得蒼白之極 連眼光也有點呆滯 看來 他好像被魔幻一樣的鈴鐺吸到心神 對好像急風逐點射過來的七星劍 居然避都不避 眼看著 就要射在七星劍之下 張小凡一看見這個情景 他不敢大開聲說 哎呀 不要 不要 他再也不理得那麼多 一跳就跳出來 說話未講完 但是半空中 一陰影一略而過 正是一直都站在陰影裏面 看不清樣的人 正令得一度止氣 一度寒望 砰 捧在一起 發出聲大響 然後 砰的聲 小凡整個人 居然被人夾眼打到跌回頭 整個人滑在地上 而且嘴角 也流出了亮思的鮮血 七星劍更加到飛而出 砰的聲音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一撞 整把七星劍 居然硬插入了堅硬的岩壁之中 張小凡和田凡依 看得不敢大驚失色 跳到小周身前 田凡依混在她的法寶 虎柏朱靈 就要跟那個人動手 誰知在這個時候 小周壓著劇通 一手抓住她兩個人 說 不要 張師弟 田師妹 這個人道行太高 你們不是她對手來的 張小凡聽得疼疼疼 田凡已經忍不住問 你怎麼知道他們兩個人的名字 小周欲言又止 但是 他還馬上向前望過去 張小凡他們 也另頭來一望 只見在半空之中 那個一直站在陰影裡的人 在剛才打傷了小周之後 現在正是抱著迫謠 慢慢地在半空中降下來 他很平和地說 定義 你的合歡靈 是金陵夫人留下的神器 你現在道行未夠 妄自使用 很容易被她的摩陰反食 日後千萬不能輕易使用 不妄自罵 迫謠的臉色也漸漸恢復正常了 知道 阿爹 張小凡他們聽到這句說話 當同大家的窒勢 小周掙扎著 站直身形指著那個人說 難道 你就是當今魔教的四大宗主之一 鬼王中的鬼王 那個中年人淡然一笑 另轉身 張小凡他們 現在已經看清他的樣子 只見他面方微細 相貌就非常如雅 和一般那些 仰似很凶狠粗魯的魔教中人 大不相同 而張小凡看清他的樣子更加吃驚 因為他已經認得出 這個人 正是當日在空桑山下 在茶壇裡面 告訴他消火棍秘密的萬人王 小周死死地盯著鬼王 他抹抹自己嘴唇邊的鮮血說 你人道行太高 不可以力敵 我拖著他 你們兩個快點先走 然後伸手一招 插在岩壁中的七星劍 好像被什麼召喚過一樣 撐一聲破壁而出 飛入小周的手裡面 鬼王看一看小周 點一點頭 依然鬆容微笑說 而你這個道行 看來在青雲門門下的年輕一輩弟子之中 應該你是最高的了 猜不到青雲門除了個張小凡 居然還有個這樣的人才 好 好啊 小周不理那麼多 吸了一口氣 走前一步 手裡面的七星劍 跟著發出了光亮 小周知道 這個鬼王 絕對自己平生所遇到最厲害的敵人 但是 現在身後還有兩個同盟的師弟師妹 那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見而逃 希望能夠拖著她一陣 可以等師弟師妹快點走出去 誰知她一運氣 只覺得胸口氣血翻湧 噓聲噴了一口鮮血 張小凡和田寧兒都大驚失色 馬上衝上前來扶著她 小周就臉色蒼白 她知道自己被鬼王打了一下 震動了自己的內臟經脈 所以 現在再也無法施展法術 這下 心裡面真是大驚失色 她這下驚 一半是因為自己身陷絕境 而另一半 就是因為想不到這個鬼王 居然有這麼高的道行 日後恐怕她對正道的危害 也會更加難於姑娘 鬼王看著她 笑一笑說 你要強行施展法術 是不是想拖著我一段時間 讓你們兩個同門 好快點逃走呢 田寧兒聽到 十一聲站起來 當一眾人身前就說 哼 妖魔外道 以為你道行高點 就好得意了 我不怕你 張小凡聽到不敢吃 剛才大家也見到 鬼王只是隨隨便便一出手 就打傷了小州 無論誰都看得出 她的道行都不知道多麼高深 發力又不知道多麼高強 自己這邊三個人合起來 都未必是她的對手 見到田寧兒一副天不怕地不怕 她心裡面就有點擔心 馬上上前拉拉她 視以田寧兒千萬不要太過衝動 我這樣 碧瑤望在眼裡 突然面色一沉 冷冷地吹一聲 看一看田寧兒 又望望張小凡說 張小凡 這個 是不是就是你一直放在嘴邊的師姐 田寧兒呢 田寧兒和小州都一起吃了驚 小州皺省眉頭說 張師弟 難道你和這兩婦女都認識嗎 張小凡沉默一陣 終於很細聲地認了一句 是 認識的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 解話諸仙 各位 在今天的故事裏面 青雲門的弟子居然上展了莫千摩無間島 這個小州不用說 都是潛入了魔教之中的臥底之人 他道行高深 手裏面又拿著道元真人曾經用過的仙劍七仙劍 這樣看來 他的身份是甚麼人 相信大家只要留意過故事的話 應該都可以猜得到幾成了 不過 今天最厲害的人文 還有鬼王 這個 在故事之中 亦都是舉足輕重的人文 他不單是道行高深 而且心機是非常深沉 一上來 簡簡單單的一句說話 就已經點出 他是懂得張小凡的 跟著 再加上迫謠的表現 落在田寧兒 和小周 這兩個青雲弟子的眼中 看來 張小凡 和他的魔教中人 特別是和他的父女 應該是很有曖昧 那張小凡 在青雲門中 又怎會好過登落去呢 在青雲門中 又怎會好過登落去呢 を 寝靜 寝靜 我们下期再见